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们的家 她现在可以自己简单打扫一下 为了迎接我们回来 钥匙 钥匙呢 这边 不对 这边 跟你说了多少遍 甜的东西不洗 不超蚂蚁 但是这次买的蛋糕不甜 三秒一碗 剩下你洗 你的热门已经开很久了 赶快洗 好 衣服 脱啊 脱 我们结婚两年了 这几个月来 她变了很多 多喝点水 还好今天看到杯子里这几片柠檬 让我知道说她还是爱我的 好吃的 喝点水 你要不要喝点什么 你要不要喝什么 叫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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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杯叫她马其多 我必须告诉你一个关于我们家的故事 就是在餐厅跟客厅还有厨房的部分呢 我比较想要有一个类似咖啡馆的感觉 因为我们恋爱的时候 最经常就是下班一起抛在咖啡馆里 到他们打烊才走 时间到 那你们还没住在一起吗 快了快了 好 做完了 还差一点 不过没关系 回家弄一下就好 我先送你回家 所以这好像呢 我们在家里面还有一个红咖啡的概念 所以我家本来是有一间咖啡馆 我曾经每天晚上加班的时候 都会喝到一杯她煮的焦糖马其多 可以啊 谢谢 谢谢 后来咖啡改成了三合一冲泡 再后来也就是今天 她居然只给我打了一杯柠檬水 所以当她告诉我说她要一杯焦糖马其多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那你今天突然也想要喝焦糖马其多 我需要去找一下咖啡机在哪里 其实呢好像是 因为她们讲说前两杯都不可以喝了 焦糖马其多其实是她的最爱 今天给你来一杯其他的 不要 她已经知道你很专意了 所以我就要焦糖马其多 你好娘哦 你呢 跟她一样 你看 焦糖马其多的特点是从一杯咖啡 喝出三种口味 只要喝的时候先不要搅拌 就可以从表面浓郁的焦糖浆开始 去到混合香炒糖浆的牛奶 最后才是经典的仪式咖啡 先生 你的最爱 如何 哇 有七八十分耶 真的啊 嗯 我心里白眼都要翻上天了 谁要听你打分数啊 你要讲好喝啊 嗯 但这也就是她最后一次 评价我煮的咖啡 加油 谢谢 谢谢说了没几天 也就不说了 以后的每一杯 她就是像这样 眼睛死盯着屏幕 拿起来 喝一口 放下 继续工作 所以突然有一天 我决定做出一点改变 今天味道很晚吗 快收尾了 那一天 她终于有了一点点变化 就是这么一点细微的变化 让我下定决心 把咖啡机收回了柜子里 今天回来想说 既然三合一用完了 就到此为止吧 以后就给你改成多河水 只是在我把水端出厨房之前 我的良心告诉我说 切几片柠檬吧 让她知道你还是爱她的 所以今天当她走进房间里来的时候 我很确定 她有点焦虑 有点恐慌 有点恐慌 你要不要喝点什么 你要不要喝什么 叫她妈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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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五十四杯的三合一 所以 虽然我相信她那一秒钟 绝对不是在想咖啡机在哪里 但我也同时相信 她关上门之后 无论如何都会倾尽全力 你等我一下 我再弄一杯 我们一起喝 好啊 那以后再跟你煮哦 好 老公 嗯 我们礼拜天 要去你爸妈家吧 可以啊 这是我们的家 我们把结婚前这场约会的咖啡 搬来的家里 奇怪的是 明明当初把我迷得神魂颠倒的那个 她认真工作的样子 后来却在家里让我越来越火大 而当她偶尔也煮杯咖啡给我喝之后 认真工作的她 又变得可爱起来 关于这个家庭咖啡的故事 我就是想跟你说 我又可以再喝到她煮的咖啡了 你还要蛋糕吗 你坐下 我帮你拿 好啊 你还要喝咖啡吗 还要 谢谢 谢谢